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出什么事了 华硕走了 坐 你叫我来 就是说这个 然后让我分享你的依依不舍 我实在是想不出 还有第二个人能够 懂得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要我说 你干嘛不跟他一块儿走吧 走得远远的 到天涯海角 只要你愿意 他愿意 其实 你不是不想 但你又不能 你上有老下有小 对不对 再说 华硕 这么一个八零后的小丫头 风华正茂 前途无限可能 人家凭什么带着你走天涯 你有什么 是啊 我有什么 我就知道 在你眼里 我永远是一无是处 别把责任推我身上 今天是你自讨没趣 白天白云 小风搜搜搜 我从未感受过像此时此刻锁味 我的感觉恰恰与你相反 跟着你别扫兴好不好 不就是华硕走了 但华硕不走也不行了 他要是不走 你怎么跟郑洁回归 我跟你说我要跟郑洁回归了 那你跟华硕进行不下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郑洁 这不就完了吗 师傅 这是新开翻的海边 妈 妈 你可别怪我 我向你保证 我一天我也没吃到过 你可坐下歇会儿 这沉不沉哪 妈说你什么 我跟你说儿子 你现在是妈的一切 你知道吗 妈就指望你了 你说我不能看到你 你你这是走下坡路你知道吗 这是什么 妈 妈我求您了行不行 不是我这卖个报纸发个传单的 挣的钱是少 但是不是让你减轻一点压力吗 你白天要上课 你起这么早 老天还没吃吧 这身体能吃的消吗 你还要上一天课 你别跟我说 你什么都别跟我说 你呀 听那一句 别弄这些 赶紧去上学去 你现在帮我这两三块钱 妈心领了 人家现在是难了 没事 妈行 我真的行 你什么任务知道吗 你是好好学习 放远了看 放远了 你以后考个大学 考个名牌大学 有个好工作 妈就有盼了 你知道吗 妈就有盼了 你上学去 妈把他给你发完了 行吗 我听您的妈 那妈我走了 妈 您放心吧 你看这个环境怎么样 那天爸爸在医院里 看到你画的几幅画 真的挺棒的 看来你很有绘画的天分 所以我特意选了这么一个地方 我希望你除了天气允许的情况下 每天都在这里写生 好吗 看这环境多好啊 对了 那天听梁院长说 你特别喜欢 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这本书 所以 我给你买了个笔记本电脑 除了热爱的生命 我把杰克伦敦的几部著作 都拷贝在电脑里了 有时间多看看 德¿ 那天 岑 精神 声 敌士 亚 他又怎么了 又有什么了 我在上面签了字 我在上面签了字 就证明 她的这些毛病都好了 你看看啊 医院里边有两个医师 都签了字 这说明姐夫呢 在医院这一关是过了 出去以后面临更大的考验 你们放心 我们想撤下 出去以后 我就是刀架在脖子上 我也会地酒不摘 我对天发誓 从今以后 这酒就是我不功待天的仇人 你看 他又发誓 我不信 你姐不信 真的 姐啊 现在只能说 他过了第一关 出去以后呢 有半个月是考察期 这考察期当中 如果不再喝 那就不用进来了 他要再喝的话 我得接着说 你怎么也不信任我呢 我回家就一件事 还债 真的 不是说不相信你 的确是我们这个社会 喝酒的风气太重 诱惑太大 你得好好把握好自己啊 不能再喝了啊 再喝你家就没了 姐 他要是再喝 他要是再喝 我就跟他离婚 对 听见没有 听见了 听见了 我保证 签个字 我签了啊 我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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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 我保证 你怎么办 我保证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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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走吧 我还是彪子 回来好了 这家里有男人 你家里没男人 真是没法比啊 我华算是有盼头了 大妈呀 我们家给您家添了多少麻烦呢 彪子心里有数 彪子呢 钱上紧了点 但是有的是力气 您还像以前一样 有什么事招呼 这个是您的 对是您的 彪子 有你这句话呀 大妈这心呢 就烙在肚子里了 你能说这么样的贴心话 就是好了 好了就比什么都强 大妈高兴呢 彪子 大爷监督你喝酒 你不会发火吧 不发火大爷 您得监督着 要是再喝酒啊 对不起媳妇 对不起儿子 连您二老都对不住啊 那个 我这牛奶啊 到日子了 你算算 我再定十天 十天是 十一块五 这牛奶又涨价了 真忘了 我今儿就带十块钱了 没关系包大爷 我给您捡一天 不就完了吗 剩下的钱 咱记账上 以后再还 对 我说老爷子 你可别搭了脸啊 他这才是过日子的样 甭说差三毛五毛 就差一分啊 也得记上 彪子 大妈知道你想的啥 谢谢 走了走了 谢谢您啊 包大爷 小伙子 画得不错啊 你也是学画画了吧 我们天天来这儿画 以后咱们一块 丁畅 人家哥哥跟你说话呢 不理人家 我儿子有点腼腆 画得不错啊 以后咱们一块画 你是学美术的 是 是美院的学生吧 是 以后有机会多帮帮他 好嘞 谢谢 谢谢 李长江 真巧啊 没想到还能在我们医院看见你啊 嗨 那我得生活呀 我得挣钱呢 你钱还没挣够啊 够够 我挣的钱跟小样这辈子也画过来 可我在家闲得没事干的 憋死我了 我都出来干点活啊 你就不能干点别的 别的我也不会呀 说实话 我喜欢 享受那种挣钱的过程 享受那些人 那些人的嘴脸在我面前精彩的流言 你 你神经真够好的你 我正想找你聊聊天呢 你找我聊什么呀 哎 我们那一片俩还没上任呢啊 我才不操心大事 我说你跟国会差不多得了 两口子凑着一块儿过得平衡的 能够让你来当说客的 没有没有 那就甭谈 好不容易离了 干嘛非得往一块儿凑啊 我告诉你啊 一想到要凑合着跟他过日子 就剩下八位了 郑杰 我说你别那么轻勾吧 到这岁数了还轻勾干嘛呀 我给你叫个识点啊 这个男人到这个岁数 慢慢也就收心了 收不收跟我没关系 那我也不会到我 没见 洛琳你这是干嘛 团长我肚子疼死了 今天我演不了了 刚才还好好的吗 今天演出我演不了了 真的团长肚子太疼了 咱跟男朋友公司可是有合同的 这贵被谁来演呢 白老师可以演啊 白老师他管服装的 他能演吗 只要台下有关 就白老师就能演吗 团长我不行了 我肚子疼死了 洛琳 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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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 小样 你今天气色看上去好多了 是吗 不是不登三宝殿 你有事找我吧 小样 这若林呢 不知怎么了 他突然上吐下泻的 不知得了什么病 你得救场嘛 我 我 不行吗 小样 以前呢 我说了什么 你也别往心里去 不是团长 您误会了 我没别的意思 我只是觉得 我好久都没有 没有站在舞台上了 我怕给团里丢脸 不不 没问题的 这出戏啊 你最拿手 你又是若林的老师 没问题的 咱赶紧办上行吗 真行啊 走走走 可以 走吧走吧 好 快快快 都等着呢 跳躯 两拳 都 都 怎么 garant 去 冲 冲 土 砆 葫 肖 好乾坤 沙漢 我愛你 好月大庫 哎 師爹 您怎麼不進去看戲啊 我不敢進去看 聽聽就行了 他還是唱得那麼好 白老師是我的老師 他應該站在臺上 對嗎 謝謝 郭輝 郭輝 郑輝 郑輝回來了嗎 對呀 我媽什麼時候回來啊 我出去她就該回來了 你說老梁姐這日子過的啊 混來混去 哎 混成撒光棍的 真有意思 哎 爸 我也想問你 你怎麼混的呀 混著混著把自己混成一光棍的 爸 你就自己在這兒當光杆司令吧 啊 嗯 畢哥爸 嗯 您怎麼來的 嗯 趕緊坐著喝 嗯 你就吃著吧 嗯 食堂裡做得再好 也不如家裡做得香啊 嗯 我習慣了 你說你多少天不回家了 說實話 我都想你了 你 什麼時候回家的 嗯 嗯 我最近 挺忙的 再忙也不能不回家呀 你說你們院長也是 我得找他去 哪兒這麼似乎人呢 爸爸爸 這跟院長沒關係 我們科 一直就是挺忙的 那你跟我說 什麼時候回家 我跟你做好吃的 嗯 等我忙過這一段吧 今天晚上就回去啊 啊 我跟你做你最愛吃的 扁豆焖面 我 我盡量 我在家裡等著你啊 我走了 嗯 爸 爸 麵還不錯吧 嗯 我做得還要做得了 爸 誰家 都有那麼幾天危機 別說咱這小家庭啊 國家它也得有啊 咱慢慢啊 扛過去了就好 正解好東西獲得了自由 咱不能阻攔他去追求幸福 是吧 咱們祝福他 看著他追求 那你呢 你不是 別得出去追求 沒有沒有沒有 我不能 我不能看著你們倆 就家裡我不管 也不合適 別的吧 您接下去追求吧 趁著午後我爺爺 現在還有抗擊掌能力 有什麼 狂風咒雨啊 停天霹靂啊 一塊來吧 想追以後就追求一點沒事啊 甭吧 快點 好 好 你已經知道了 謝謝了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去哪兒 你先走了 我先走了 妈 你们先回去吧 那你趁热把饭吃了 不重点吃饭可伤身体的 不趁热吃也伤身体 孩子想怎么办就行 都让他随意 行 那你趁热吃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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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冰朝哥 你可让我好好找啊 我给你爸打了电话 才知道你在这儿了 怎么样 看你最近气色不错呀 还好吧 不是我说 你说 你一个人咱是天天画画 无聊不无聊 你看 小广告 对啊 小广告啊 我跟你说 以前我发他呢 是为了赚点钱 补贴补贴家里 和我妈不让 现在 我就没带你去去发 这是为了帮助你啊 我认为你整天一个人 老在这儿画画画画的 不多接触接触人 怎么种种社会的 你说呢 那样我会不适应的 这有什么不适应的呀 是不是 你看 今天是星期六对吧 以后每个星期六呢 我带你去发小广告 星期天呢 我就帮帮帮我妈 哎 你又不说话 你又不说话 那我还是当你默认了 你看我去怎么做 哎 哎 您好 您看看这是我们新开发的楼盘 哎 师傅 给您一份 这是我们新开发的楼盘 你看见了吧 就是这么简单 怎么样 考虑好了吗 你要是还不说话 我就真当你默认了 哎呀 哎呀 真是 你老跟着我转悠干嘛呀 我 又想喝酒是吗 不不不 我可没有想喝酒的意思 哎 我这是琢磨 你说海涛出去这么长时间了 他 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爸 妈 是不回来了吗 急急急 快快快 你爸都快急了 你怎么去这么长时间呢 您说还好吧 没事 没事你不给我打一电话 你声让我等一上午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见识他 头一件事先给我打一电话 告诉他平安无事 知道了吗 听见了 您就是为这事到底 多废话呀 跟您说 丁超哥现在挺好的 您儿子我都帮了他一篇门 哎 他胖了没有啊 胖了 这我都没觉得 反正他挺好 嗯 哎 你不知道我们今儿俩感情有多深 啊 虽然说我们是病鸟 其实我们也是战友 我们一块儿从那老摩托手里喘出来 你说我们容易吗 嗯 行 爸 嗯 下回啊 我们直接把丁超哥给您带回来 对不起啊 您看一眼就放心了吧 好 累不累 累 我一块儿 太静了 去吧 你不要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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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我放点 记着吃 对不起 对不起 爸 爸 爸 你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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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怪你们 你们走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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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担心 没事 没事 9块97 还差30块 嗯 哎哎哎 行了 好 再五块二 没零钱 两块钱算了 别啊兄弟 我哎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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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是小尾生意 是吧 那个 我给你介绍你下 你拿着肉银滑了不就完了吗 算算算算 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行吗 想给我 哎 别别啊兄弟 你看 你都买了 你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我我买了 我拆封了吗 我没拆封啊 对不对 我不要了还不赢吗 想给我 兄弟 兄弟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吧 这金屋四林的住着 对吗 难听的话我不想多说 你们这小店做生意 跟大伙谁都借过钱 借钱的时候谁眨过眼 没有吧 谁都没眨过眼 你看你们两口现在只认得钱 你们家抽的没把手 空门啊 我说大刘啊 你少说两句吧 这这 你说有这 差多少 大妈大妈 大妈大刘 这样好不好 这洗衣粉你拿走 这个我们不要钱了 好吧 这钱 我不要了 不要了还不行吗 我不要了 大刘 别 大刘 大刘 说两句话 说两句话 母经历 一句话 你不敢咱 他听说两句话 那么大刘 说两句话 你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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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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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面积作笔和尖壁更死 又是更死 左心功能不全 没办法手术了 妈 什么意思啊 思雨你先回家好吗 没事 还能听着 大小伙子了 你现在 还算稳定 我们在用药物控制 你估计 最多三四天 妈 你们这探视时间是几天到几天 下午三点到三点半 半个小时 我回趟医院 马上就回来了 给他带着 你爸爸 今天把你们五位召集来 是要跟你们说一个事 我父亲病 所以这段时间 我来医院可能比较少 所以五个病区 希望你们能负起责任来 医院里要是有什么事的话 请及时给我电话 好不好 拜托给你们吧 拜托 时间 时间到了 我想 正解 一阵眼 就真看见你了 爸 您老人家 您老人家没事 不就摔一跟头吗 在这儿躺两天就好了 丫头 谁没事 在你这儿躺着呢 我想跟正洁说说话 我说 您现在 要是有精力的话 您先跟我说说行吗 一会儿我就得走 医院有规定 探视时间不能过长 正洁一直在这儿 您有的是时间跟他说 行吗 我跟你没什么说的了 正洁 您是个好人 好媳妇 她 没了解 我们两年的儿子 都没了解 把一个气跑了 对不住你 爸 千万别这么说 看四十多岁的人 要家回家 要夜回夜 这有什么好人 不顾家 也不顾孩子 爸 我热您生气 您就怪我 我哪儿做得不好了 您就批评我 您说 我一定敢 小家都不管 大家 可以做成了 爸 其实 我会没那么不好 他呀 他实在是太忙了 他就是不服 应该 应该 是点晚了 爸 您安静安静啊 我会得走了 我让你先好好歇着 回头再来看见你 真没想到 老爷子最后给我这么个平静 老爷子当着正洁的面数过你 就是想撮合你跟正洁好 不信你觉得这老爷子 看你这是不是最后的心愿 我说你傻呀 当着哪儿当懵了吧 老爷子到这份了 是你的心情重要 还是老爷子心情重要 是你的心愿重要 还是老爷子心愿重要 还是老爷子心愿重要 赶紧的 满足老爷子心愿重要 赶紧的 满足老爷子心愿 你爹要这么说你 你怎么想 我不行 我想什么呀 我尽量帮他做 还有什么能做的 就做就完了呢 我还是那句话 让他日后后悔呀 外边事归我了 你别跟我这儿站着了 你进去吧 你瘦了 爸 你这孩子啊 跟你妈一样 就是倦 你说这么些年 你就不低头 不玩腰啊 爸 你是我闺女 我能 能向你玩腰吗 爸 爸 爸 别说了 爸 爸 对不起 对不起 爸 起来 你一定要好好养病 刘病 来了 来了 我给你叫他吧 爸 过来 爸 爸 我 我知道 现在 您打不动我了 我 我替您打 你不愿意 其他 他 不愿意 从今以后您放心 您放一千个心 一万个心 我一定对国华好 我好一辈子 是国华 对你好一辈子 是 我这个闺女 是给你养过的 谢谢爸 您 您好好养着 您好好养着 我 刚才老人家 呼吸心跳骤停 没有办法自主呼吸 我们就上了呼吸机 那他现在没法说了 嗯 那他可以写 您是有话要说是吗 别急 我给您拿纸拿瓶 我给您帮您 我给您帮您 这 这东西不能少 这 这少了您的呼吸就没了 行 难道我们郑杰先伤一伤 行吧 作为儿子 梁国辉无法接受父亲拒绝呼吸机的帮助 但作为大夫 梁国辉也明白 所有的医疗手段只是拖延时间而已 梁国辉不再有奢望 只想让老人体悦宁静地走 国辉 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啊 国辉 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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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国辉再次走进病房 郑洁已经在重症监护室里 送老人走了最后一程 父亲走了 这个被他们当作孩子的老父亲走了 梁国辉失去了父亲 当初父亲在 他没有想到我这事是这么沉重 现在他由衷地觉得 后背上仿佛被抽掉了一根骨头 说白了就是主星舞雷了 梁国辉此刻的心已充满了悲伤和自责 他突然意识到父亲说的没错 他不好 他不是一个好儿子 也不是一个好丈夫 甚至不是一个好父亲 他梁国辉是个失败的男人 梁国辉在送别父亲的过程中 没有眼泪 回到家里也没有 但是他沉默了 梁国辉需要从丧腹之痛中康复 这的确需要时间 爸 我妈给你吃饭 我不饿 你先吃 我要替你看着人世的风鲜 让吹过你的风鲜 再吹过我的围巾和长群 年幼无知 早已逞过了 我想让你知道 我和你一样 非常喜欢 在这人世间散步 祖母 这是你的骨灰 祖母 这是你的骨灰 这般洁白 还有晶莹如玉的颗粒 这是一个有修行的老人家 我听到耳边有人惊叹 我却一下想到 这会不会是你一身隐秘的忧伤 是一个人的心事 最后的结局 怎么样 诶 诶 念完了 怎么样 怎么样 谁写 李奇 作者 李奇 这年头还有人耗写的诗 这年头耗什么都都有啊 人小样啊 在网上看到的 含着泪 给你下载下来 打印出来 非让我跟你念 说是这个诗啊 可以抚慰人的心里 抚慰不了 我想不通啊 怎么在老爷子心里 我就是那么东西 这事都过去了 你就别在这较劲了 行不行 我再给你来一首啊 这首《招魂》也特别好 作者是寄语 前面呢 写的特精彩 我就不给你念了 我直接给你来最后的几句 我觉得太棒了 你听着啊 当魂灵向朝露 向眼睛隐匿 当魂灵向晚霞 向太阳凝望时 它向着过去 未来走来走去 居住下来 生活下去 这 你手心唱不过 给你了 不是 没感觉啊你 你看啊 最后这一句 我觉得特别像老爷子 给你的明珠一眼 居住下来 生活下去 哥们 你得生活下去 我明白 就是要生生地活下去 我再给你来一首 再给你来一首 真神 我发现 再来一首 一个字 作者还是李切 无论对谁 我已 不是一个字吗 一个字啊 名字叫一个字 他用好多个字 说明这一个字 行了 不要再念了 安静一会儿吧 你今天回来吃饭吗 你想吃什么 告诉我 我做 我就不回去了 你们好好吃吧 明天呢 明天 也回不去啊 我这一堆的事 后天 后天 你们吃吧 不用管我了 梁国辉 我告诉你啊 梁思雨不是我一个人的儿子 你凭什么就这么大撒手 我不管啊 你得负起一半的责任 你知道吗 我不回家 我也负责任 喂 你爸 他需要时间 东方 你熟熟 刚够不够 我这以前呢 欠你的太多了 如果要是不够的话 我再给你补 你真把酒给寄了 你老婆这回啊 可算是熬出头了 那这钱我就收着了 行 你数数 哎呀 数什么呀 够不够的就这样了 多了 我也不找你了 行 我替你高兴 我也高兴啊 哎 海涛来了 爸 你怎么来了 瞧这大小子 多好啊 是 那我们回了啊 哎 好嘞 慢走啊 哎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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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彪子 哎呀 你们总盯着我干什么呀 真拿我当精神病人了 我这辈子还有出头的日子吗 我们没盯着你 我们是那个 这不是盯着这是什么呀 不是 爸 是我妈让我叫您回来吃饭 没盯着你 是啊 杨思雨 喂 再去给你爸打一电话 问我们他回不回来吃饭 还打呢 我爸肯定说没时间 那去你就去 这叫热情呼唤啊 快打 好好好 打打打打打 呼唤 喂 爸 我妈呼唤您回家吃饭 我不回了 我正看着病人吃饭 你们好好吃 就听你妈话啊 爸 哦 再见 吃吧 妈 您不生气吧 我为什么要生气啊 咱们叫他回来吃饭是应该的 他不回来是正常的 不回来就说明他工作忙呗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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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像你性格呀 你这暴脾气 妈 你现在怎么这么理解我爸呀 修炼的 我跟你爸没关系啦 这要是有关系 早跟他急了 你看看你这都点了一堆什么烂七八糟的东西 滑耳不识 看着我就饱了 老大我提醒您一句啊 您这可是在人间呢 我这可是糟的钱玩的 我要的都是好东西 明明想让你享受天堂完的待遇 你偏要感受地狱般饥饿的感觉 我现在想我爸 你说他在那个世界能吃饱吗 他那世界呀 这时候已经和你妈见面了 他们过得挺好的 挺幸福的 不像你一个人在这个世界 像条流浪狗似的 怎么说话呢 谁是流浪狗啊 那你不是流浪狗啊 你家呢 每个人到了傍晚的时候 都给我回家的愿望 你也甭不好意思说 你也有 郑杰和孩子在家等着你呢 那才叫盼星星盼月 你怎么不回去呢 帖戏 你怎么不回去呢 你怎么不回去呢 你怎么太种了 你怎么这么做 我律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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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豫 甭猶豫 把他干了来 我呀 我心开微镜我偷着等你去啊 干了吧 我都干了 兄弟 我真接了 哎你别说那啊 这么多年没见啊 你一口酒不喝 真出乎我的意料 真不错 将来有什么事找我 我打电话 咱可不能失了联系 你不得不能失联系 不是我还真找你 雕子 啊 哎 哎 哎呦这这叫好 哎呀这这叫这都不错 莫县 莫县叫你闻闻 哈哈哈哈 臭标子 你没喝呀 一口都没喝 儿子 你说老爸牛不牛 牛 哎 老婆 我牛不牛 哎我杠你我自己都觉得我特牛 我向大家宣布 我刘标这辈子真真的借酒了 行了行了 你干什么呀 好了 到你家传个门去吧 哎 好啊走走走走 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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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庆祝庆祝 哈哈 下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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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得不要 我认得不要 你 我认为 我认为 看看 哈哈哈哈哈 什么这 哥们 我该买这了 什么该买 给我儿子买的 怎么样啊 这俩 你儿子 小燕怀孕了 我要当爸爸了 挺好 挺好啊 别那么冷漠行不行 那替我欢迎鼓舞一下行不行 多少为别人的幸福 表示些祝贺 那也是做人的一种美德 我跟小燕 我们俩盼儿子 盼了这么多年 我风山玉林到现在 我容预我 祝贺日当 汉地河下土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甭弄了甭弄了 穿姐得一样吧你 祝贺你 不热烈 穿姐 我真的热烈不起来 你就饶了我 好 我 谢谢 好 好 让我拿两盒 青秀酸习太普兰皮 哎呀 院长男药还要付钱呢 废话 你们卫生部部长来 他也得花钱 好的 谢谢你 不客气 清秀山西太普蓝片 抗抑郁啊 你在吃着咬啊 对啊 你抑郁了 谈不上抑郁 就是高兴不起来的 想跟我聊聊吗 要等我的心理一上 你当不了 我知道 我又不会催眠什么的 精神病科医生也不光是催眠 没那么简单 是 隔行如隔山嘛 我对你的工作 还了解得太少了 我在老爷子抽屉里面发现的 你小熟的吧 真挺好玩的 从来都没看见我 这两天的感受 嗯 以前老爷子健在的时候 天天在咱们眼前晃 说实在 一生的毛病 一生的毛病 我多看他一眼我都烦他 可是我现在我知道什么叫没了 人没了是什么感觉呢 就是我现在特别想叫一声 爸 但没人答应 所以这段时间整个人心里面就是觉得空我了 所以你就吃药了 特别是他临走的时候 他跟我说他 你听见得懂是吧 他对我那个评价 让我心里真是特别难受 他这一辈子 他再就留下这么个印象 你想听我说这心里话吗 你的抗击打能力真不如你儿子 他能跟我比吗 他有爸有妈 他把他妈东一个西一个呀 老爷子走了 你心里难过你伤心我能理解 但你也换位想一想 你是梁思雨的爸 你还在这 但你儿子天天见不着你啊 有这爸跟没这爸有什么不一样 你想过你儿子会伤心难过吗 你不是来指责我的吗 基本上就是 其实我挺想温柔一点跟你说话的 但是我也知道 我现在再温柔的言语 都比不上你自己身心健康 我现在再温柔的言语 这个我收了啊 这个我收了啊 我收了啊 我收了啊 谢谢你 谢谢你 我现在如果想一不顶 我有个交易写的 他就不想问你 也不要啊 所有 jur稳论 那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呢 我也是不想一把 我找到他 我自己是藏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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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它充满了爱 您一定要 多多保重 全光临 茶汤 喝茶汤 谁喝我的茶汤啊 梁医生 您还好吗 你现在还有窝头吗 我饿呀 你应该还记得我 对 我就是那个老是饿 老是找你要窝头的胖老谢 李耶瑟约为奇 小蜜蜂 老闪 他们还好吗 美丽的华舍诺瓦同志 还好吗 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总觉得那还是昨天的事 你们要一起来我这 我给你们做好多好多好事 我想你们 梁医生 保重 梁院长 你好 不过我还是想亲切地叫您一声 梁可福将军 我是李虎 曾用名 李约瑟约为奇公主 您不会忘了我 感谢您从我的战争中唤醒了我 我没有回老家 老家没有人 我在这座城市里开了一家花店 送给您的这些兰花 都是我亲手挑选修剪的 你闻了 你闻了 香吧 江峻同志 我实现了我们当初的约定 我生活得很幸福 您生活得也一样幸福吗 不对了 我有了自己的爱人 我的另一半 我们共同经营这家小花店 人家都说我们两口就有出气象 你看我们像吗 我现在正在培育一种珍贵的兰花 等花开了 我再去看您 致与战友的敬礼 你越再越不及同志 喂 有事吗 面谈 说吧 温柔一点 什么事啊你 再怎么着 前面坐着他都是一个优秀的中年男人 你怎么你那么不温柔 郑洁 要处处显示出一个女子的一个弱 你要不然一个男人怎么能够张开双手 要想去拥抱你 你就妙没了 这 这不必 咱说不了这个 自然一点 快点说 到底什么事 华硕要结婚了 结吧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跟我有关系啊 他结婚我不能不去吧 那我要去我也不能一个人去 你可以不去啊 我不能不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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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眼看着人家的幸福 我来衬托我自己的不幸啊 那你什么意思啊 不是很好 make 你什么意思啊 就 Complete 还行吧 我好想 Marie 是 euros 我们都不ook那些判斥的事 我帮我帮你了 你误挥来 viewed 你再说一遍 咱俩去登记结婚 结婚的事儿还不容易吗 是吗 不去 你别挣发 我要不想扎手 你是跑不出我的手心的 你就老老实实待着 你怎么这么恶毒啊你 我就是老爷子说的特别好 两口子是干嘛 他就是凑合过 一个晚上凑一个晚上合 配合一下好吗 不配合 十几年天就这么配合你 就配合成这样了 咱俩呢先结着啊 你别老让人家觉得 好像我特死去歪裂似的 是吧 到时候你又合适的再离 你放心 我一定撒手 是 是 问题是你要再结的话 你就得找一老头了 你得慎重 我现在在跟你结婚 不是找一老头了 你准确地说 是一个风华正茂的中年男子 太恶心了 不要再折腾了啊 你满脸已经都是皱纹了 你看 胡说 尤其你笑的时候啊 你两边皱纹都不平衡 没有 这边三根这边两根 没有 你把我修身件好像你没有吧 我有 我这十几岁就有 但是呢 我的心里边永远年轻 哼 那就是说你这心里 永远都不消停是吧 怎么能说叫不消停呢 我是说人呢 他总得 这一辈子是吧 你不能那么叫什么来的 没起伏 这个词有个好 不能没起伏 得有点这个九曲十八弯的意思 你到了起伏时去老李老头老派的时候 你得想想我们的人生不那么平淡无奇才有意思 咱俩是什么 我想明白 咱俩就是折腾 真的 有困难我们要折腾 没有困难我们可以创造困难接着折腾 就是这样的 你什么歪意 听我的 走 不去 结婚去 不去 在这儿听话 拿着你的衣服快 结账怎么办 李长江这儿都可以买单 连国辉和郑洁手拉着手 重新融入了这个热气腾腾的城市 他们将继续过中年人的日子 肩膀上扛着中年人该扛的一切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今后的生活 就再也没有波澜 谁也不能保证 有一天某个人不再因为某个突如其来的原因 而新风作浪 毕竟终点在远方 生活还在继续 明天还会有新的故事发生